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Linux操作系统的重点课程 来学习一下常用的Linux终端命令 在这一小节中啊 我们先来明确一下 为什么要学习Linux终端命令 因为啊 这是很多刚刚接触Linux操作系统的同学 非常困惑的一点 老师 现在Linux同样有非常强大的图形界面 我们用鼠标点点戳戳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为什么还要学习Linux终端命令呢 在这里老师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同学们 在Linux刚刚诞生的时候啊 并没有什么图形界面 在那个时候呢 如果我们想要操作和管理Linux操作系统 所有的工作都必须依靠终端命令来完成 譬如我们要做一个磁盘操作 文件操作 目录操作 等等等等 所有的操作呢 都必须依靠终端命令才能达到 而随着时间的发展啊 一直到今天的IT市场 同学们 等大家走到工作岗位之后啊 就会发现啊 在目前的IT市场上 如果我们想要做服务器的维护和管理工作 绝大多数都是会在自己的机器上 安装一个SSH的客户端 然后呢通过远程的方式来管理和维护服务器 而这个SSH的客户端呢 并没有图形界面 我们想要维护和管理服务器啊 都是需要通过终端命令才能够完成的 哎 同学们回顾一下 之前老师在给大家介绍服务器操作系统的时候 曾经给大家看过这样一张图 对吧 并且老师提到过 这个机房中的温度很低 噪音很大 并不适合工作人员 长期的在这个机房里面工作 对吧 我们通常做的呢 就是把服务器拖到机房里面 往机柜上一装 配置一下IP地址就离开了 要想维护和管理这个服务器 是不是在我们的电脑上 安装一个SSH的客户端 远程登陆到我们的服务器上 对服务器进行维护和管理 对吧 同时呢 这个SSH的客户端上啊 并没有图形界面 我们想要维护管理这个服务器啊 所有的操作都必须通过终端命令来完成 也正因为如此呢 所以我们非常有必要来学习一下 Linux的终端命令 而且啊 老师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啊 同学们 在今天的职场中啊 作为后端程序员 不管我们是使用哪种语言的 都或多或少 必须要掌握一些Linux的终端命令 这是每一个后端程序员 必备的一个技能 同时呢 老师要告诉同学们啊 虽然在Linux的发行版本中 所有的终端命令加起来呢 大概有200多个 但是我们想要做好服务器的维护管理工作啊 通常掌握着十几个二十几个终端命令就够了 有了这十几二十个终端命令呢 就可以基本上做到服务器的日常维护管理工作了 哎 从这个角度来看 同学们看要学习的命令多吗 并不是很多 对吧 而且啊 在我们后续学习过程中 这些终端命令啊 我们会不停的用 不停的用 不停的用 那么同学们想一下 用的多了 是不是自然就记住了 所以啊 Linux的终端命令 在学习使用的时候 并不需要我们死记硬背 常用的命令 用多了 自然就记住了 哎 有同学说 老师 常用的命令 用多了 就记住了 那不常用的命令呢 哎 在这里老师要有请提示一下啊 同学们 在我们学习终端命令的时候啊 千万不要尝试一次性 把所有的终端命令 全部都学会 老师可以很负责 告诉大家啊 有些终端命令 是非常不常用的 我们可能今天学会了 三年之后 都用不到这个命令 那同学们试想一下 这种命令 我们学会了 三年都不用 是不是基本上跟没学一样 对吧 那这些命令 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 哎 同学们看啊 这些不常用的命令 我们根本就不用学习 当我们工作中 临时遇到 临时上网搜索一下 看看命令怎么用 然后一敲就可以了 好 讲到这里呢 老师啊 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为什么要学习 Linux的终端命令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在我们走向工作岗位之后 我们如果要做服务器的维护工作 不会Linux的终端命令 将会寸步难行 同时呢 老师也给大家强调了啊 要是想做日常的服务器维护管理工作 是不是学十几二十个终端命令就够了 所以啊 同学们在接下来老师给大家讲解 常用终端命令的时候 只要放松听 听明白每个命令到底是干什么的 然后呢 在课下积极的练习 用多了 这些命令自然就记住了 好 讲到这里呢 老师就暂停一下视频 现在来说 噩 好 Days